無線中央台一個字母公信力的新聞台 24小時歪曲事實至我審查最新最快 無間導致送報道新聞阿爺至親 不多分析辦事招職打擊市民關置的每個話題 更厚硬更無恥 無線新聞出賣廣人士Q彈彈士有落飯 本案方面,支聯會今晚在維園舉行六四二十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我們跟維園的方東星談談 大會現在準備成怎樣呢? 是芳輝,晚會是八點鐘開始 下午五點多,陸陸陸陸陸都見到市民來到這裡參加晚會 當中不少是一家大勢來 而下午支聯會亦都在維園舉辦六四論壇 出席論壇的講者是包括了當年曾經去過 北京聲援學運的學聯前成員 他們都要求北京平反六四 以及盡早公布真相 而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童 他的兒子爆破現在人亦都在香港 他就說香港年年悼念六四 其實是有助國家去推動改革 而他今晚亦都會出席在維園的晚會 2002年起定居香港的爆破 每年都有出席六四燭光晚會 無線電視記者彭國住不住 文春旅城將和紀念碑都搬來維園 不少人都來到這裡獻花 先有時間加回新聞部 今晚你們還不糟糕 回來屁股實開花都行